3月6日 利益回馈大众 荣誉分享大家 办事集体创作 做人你我一家 家庭里的成员如果意见不同 就需要请族中的长辈出面做意见的整合 家庭才能和谐美满 一个团体里彼此思想不一 也必须有领导人大力整合 团体才能健全发展 一场战争之后 部队需要整合 一次联考之后 各个学校也要整合 现在不管政治人物 外交人才 医护人员 各种干部都需要经常开会整合意见 强力实行分工合作 整合得当 所有的目标事业才能更加得以发展 所谓整合就是要精简人力 提高效率 所谓整合就是要掌握主动 发挥作业功能 有整合才能发挥执行的力量 像现代的图书目录 索引就是资料的整合 现代的开会意识 就是把众人的意见经过整合 达成共识 有共识才有团队的精神 有共识才有团队的目标 才能发挥团队的力量 一般人都希望整合他人 其实世界上的民族之多 各有所思 各有所想 不容易整合 世界上的国家之多 各有规章 各有主义 也不容易整合 即使是我们左近的亲朋好友 各怀心事 多所不同 也不容易整合 人之整合 所容易者 就是自己 把自己的心意集中 思想统一 里外依儒 事理融合 所谓人情理法 你都能整合得当 何患事不能成呢 文思修 整合得当 所有的目标 事业才能更加得以发展 每日同一时段 与您相约 有声书香